第1261集 祖 境外内的轰鸣巨像 永恒仙域的人感受不到 甚至里面遇到的危险 外面的人同样看不到 他们只能远远的注意到 白小春与圣皇所代表的光碟 在飞速的拉动整条封印之线 慢慢的移动 而一旦停顿 就代表着遇到了对抗 此刻白小春的身体 就第一次停顿下来 他的前方在那扭曲中出现的 又一批幽影 一共九个 居然散发出的都是太古修为 哪怕这气息很是微弱 可九个太古幽影 还是让白小春这里面色一变 尤其是他们在出现后 一个个凶残狂暴的样子 仿佛是把白小春 当成了逆凡一样 那种杀戮之意 格外的强力 该死 我又不是逆凡 你们对逆凡的仇恨 干嘛发泄到我身上 哪怕知道对方 是逆凡神念幻化而成 故意保留了他们生前的怨恨 可白小春还是忍不住怒了 此刻右手握拳 为了尽快的修复封印 白小春在短暂的停顿之后 又一次冲出 右手拳头更是凝聚了肉身之力 虽不是不灭主宰权 可哪怕不灭地权 以他现在的战力 已久惊人 轰轰之声 随着双方接触 顿时爆发 白小春根本就毫不闪躲 凭着自己的不死卷恢复 他索性直接杀了过去 轰的一声 一拳将一个太古幽影 直接打得崩溃爆开后 白小春忙得一晃 再次出现又一尊太古幽影身边 又是一拳 就这样 在短短几个呼吸的事件里 白小春彻底爆发 凭着其强悍的肉身 惊人的速度 还有那不死卷的恢复 以伤换伤斩杀九影 这一切干净利落 快速无比 没等这九个幽影重新凝聚 白小春已然飞速急驰 离开了这片区域后 他微微气喘 直接就取出丹药吞下 再次一路轰鸣 可很快的 他的前方又一次出现了太古幽影 这一次的数量超出之前 居然足足有二十个之多 这就让白小春叫苦了 可如今没别的办法 白小春眼睛出现血丝 低吼一声 双手掐绝尸 立刻就展开了 避暗未来精 随着经文的施展 随着命运的相连 白小春大吼中 再次杀了过去 随喉索 汉山壮 长生灯 一切并非特别耗费修为的神通术法 被白小春全部展开 他知道 这条路漫长 而且越是后面 估计就越是艰难 实在不敢肆无忌惮地耗费修为 尤其是在这经脉内 白小春也察觉到 四周没有灵力 修为一旦耗费 很难补充 不过 好在此地充斥血脉之力 使得白小春的肉身与恢复 都明显地比外面强了一些 此刻 轰鸣之声不断地回荡中 白小春再次冲杀 一路横扫 渐渐按照他的估计 自己已飞出许久时 幽影的到来也越来越少 可白小春的心底 却更为警惕 随着前行 他的神识已然察觉到 在前方 有一团很是惊人的气息 正在飞速地酝酿之中 没过多久 白小春忽然脚步一顿 双目猛地收缩 在他的前方 此刻经脉内 随着四周的扭曲 竟有一口赤色的棺果 缓缓地漂浮 这棺果内 散出让白小春心惊肉跳的气息 似乎并非羞逝 可却透出无尽的凶残与疯狂 几乎在白小春看到这棺果的刹那 棺果猛地散出刺目光芒 直奔白小春呼啸而来 速度飞快 刹那临近 你白爷连鬼都不怕了 还怕你一口棺果 白小春眼睛一瞪 右手掐觉木然一指 短时在那棺果的四周立刻虚无弯曲 引力出现 时间流速缓慢 使得其惊人的速度 此刻一下子慢了下来 白小春没有迟疑 身体一晃瞬间临近 右手抬起时 首次展开不灭猪仔拳 一拳落下 八方轰鸣中 他身后虚影出现 同样一拳 轰轰直声回荡 那棺果试图闪躲 可却被时间束缚 根本就难以避开 白小春这全力一击 刹那间 他的拳头掀起的风暴 就直接轰在了棺果上 整个棺果断时震颤 咔咔声中 直接崩溃爆开 四分无力 可就在碎裂的刹那 一声凄厉的嘶吼 周然杰 从这碎裂的棺果内传出 一片血光更是扩散八方 好似形成了血海 一条巨大的血色鳄鱼 竟飞速地冲了出来 向着白小春直接张开大口 似要将其生生地吞噬 更是从其身上散发出 让白小春心惊的太鼓波动 这波动之强 甚至都与之前的邪黄 不相上下了 若是换了在外面 对付此物还好一些 可在这里 白小春心知肚明 对方几乎是不死不灭 如此修为 又有不死不灭之体 就算是打崩了 也可以重新凝聚 一旦被纠缠的话 不但浪费了修复封印的时间 甚至很有可能 在这四周形成更多的游影 苏展素觉得话 唯有这一招了 白小春身体木然后退 深吸口气的同时 右手掐掘 猛地向着下方一按 水泽 轰轰之声 顿时爆发 哪怕是在这主宰体内 可依旧随着白小春的开口 四周瞬间 水气弥满 甚至下方都出现了虚幻 好似化作了一片浩瀚的沼泽 白小春大吼了一声 国度 这还是他成为太古后 第一次展开水泽国度 因为有用这个办法 才可以将这该死的鳄鱼 直接摧毁 使得白小春可以迅速离去 几乎在国度二字开口的一瞬 这水泽多时爆发 一股比那鳄鱼 还要凶残无数倍的气息 直接就扩散开来 方才还凶残无比的鳄鱼 此刻竟身体猛地一颤 他原本疯狂的目中 此刻居然露出了恐惧与骇然 还没等水泽国度内 白小春的本命之兽出现 这条鳄鱼 居然直接掉头刹那逃走 这一幕 直接就让白小春愣了 他忍不住挠挠头 实在是 他之前施展水泽国度 从来没遇到这样的情况 而且在他的判断里 那鳄鱼应该是逆凡神念所化 可居然还会逃走 这就让白小春诧异了 难道 不是逆凡神念所化 又或者说 这条鳄鱼 因生前太强 所以死后还残留了一丝本呢 若是换了其他时候 白小春说不定 还会让那本命兽出现 可如今他赶时间 又心痛凌厉 索性直接一挥手 在水泽国度内 传出其本命受憋屈的嘶吼诗 水泽国度直接消散 来不及多想 白小春立刻展开速度 向前挤持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圣皇那里 再将其血脉封益 修复到了九城 即将要达到主宰丹田时 遇到了他这一生 根本就不可能战胜的 前所未有的阻挡者 圣皇所在的通道内 圣皇身体颤抖 看着自己的前方 屹立在其通道内 原本一动不动 可现在却睁开了 双眼的身影 那身影像貌君郎 很是儒雅 眉心有一团火焰的印记 随着其双目睁开 居然从其瞳孔内 露出了沧桑岁月 流转的光芒 圣祖 圣皇的声音苦涩 低声难难 他眼前之人 正是三位永恒之子中 当年的圣祖 也就是圣皇的先祖 其血脉的源头所在 这一战 根本就没有任何悬念 随着圣祖睁开眼 随着其抬起脚步 一场同样血脉 可却不同意志的战斗 轰然展开 这场战斗 没有持续多久 圣皇喷出鲜血 彩效忠不得不离开这条封印血脉之线 他若不走 必定死在这里 可随着他的离去 这条血脉封印之线 顿时暗淡 眨眼睛 更是在永恒先与所有人的注视下 主宰身上的这条线 居然寸寸碎裂 彻底崩溃 不成功 就彻底失败 这一幕让离去之后的圣皇更为绝望 他忽然明白了 或许这才是巨人主宰 其挣扎的原因所在 一切都是一个圈套 他 这是要借助圣皇与白小春的力量 来加速自己的封印崩溃 第二千二百六十二集 美男记 雄恒先玉 豪劫将至啊 圣皇惨笑 飞出主宰的身体后 他看着那庞大的巨人 此刻身体的震动更为强烈 圣皇的心也都跌入谷底 他只能将一切希望 都寄托在白小春那里 若是白小春的血脉 封印支线也崩溃了 那么永恒先玉 就将真正的灭绝了 与此同时 永恒先玉上的所有人 此刻全部都颤抖起来 他们看到了圣皇的失败 看到了第二条线的崩溃 也看到了巨人主宰的挣扎 越发强烈 奎晃 最后的希望 奎晃一定要成功啊 无数人在颤抖中 将全部的祈祷 都放在白小春那里 就算是圣皇 也是如此 凝聚了整个永恒先玉 全部希望的白小春 此刻 在其血脉封印的经脉内 身体也是一顿 呼吸一蹴 他感受到了 这条经脉内 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 四周原本已经少了的幽影 一下子又嘟了起来 他虽不知道外界出了什么问题 可却有种不妙之感 这种感觉 让白小春心底 出现了强烈的交集 低吼中速度更快 趁着四周的幽影 在幻化的世界 猛然冲去 甚至修为之力 白小春也都无法继续 减缓释放 此刻整个人化作风暴 所过之处 摧枯拉朽 一切幽影 都无法阻挡 带着他身后的血脉 封印之线 在外界众人的墓中 距离丹田 越来越近 从之前的近乎三成 已经到了五成 六成 七成 这一路横扫 白小春的吼声 不断地传出 不死卷的恢复 也都展现到了极致 这才使得 他从那千军万马的幽影中 生生地杀了出来 可就在 他将血脉封印之血 修复到了七成多 近乎八成时 忽然的 白小春脚步再次一顿 他看到了 前方无数的幽影 后方赫然有一个 低着头的女子 这女子穿着一身宫装 看起来很是优雅 他四周的那些幽影 似乎也都不敢靠近 所以 造成了这女子的周围 一片空旷 当白小春 看向这女子时 他也抬起了头颅 露出了一张 绝世容颜 先后 白小春睁大了眼 下意识地 就摸了摸自己的厨袋 这女子正是先后 可显然与白小春收入除代的先后不一样 似乎眼前这个逆凡 神念所化的先后 是其生前的样子 也是巅峰的时刻 那一身太古极致的波动 让白小春很是头大 几乎在二人目光对望的瞬间 先后目中露出冷漠 其右手 疏然抬起一挥之下 短时他前方那些幽影 一个个就嘶吼中 直奔白小春而去 与此同时 先后也脉步间化作一道长虹 带着惊人的气势 直奔白小春 该死的 这娘们 莫非克我 白小春低吼中 也向前冲了过去 身体外的风暴 在与四周的幽影碰触时 立刻自爆 掀起狂暴的冲击 横扫八方 那些幽影 无法承受这风暴之力 可对于先后而言 根本就不在意 他速度没有半点减缓 直接就与白小春碰触到了一起 轰轰之声 顿时逃天 回荡四周的同时 白小春嘴角溢出鲜血 身体急速倒退 虽不辞卷的恢复 让他很快就伤势痊愈 可他的头却更痛了 尤其是先后那里 在彼此这轰击中 其身影虽也涣散了不少 可却刹那重新凝聚后 白小春长叹了一声 我还有一个杀手锦 说还不行的话 就只能用水泽国度了 白小春狠狠一咬牙 他心底还是打算节省修为 此刻眼看先后再一次来临 白小春深吸口气双眼闭合 在先后靠近的刹那 白小春双目目然睁开 一股与他自己的气息 完全不同的气势 轰然爆发出来 那是岁月沧桑 那是沉稳无比 那是至高无上 这正是岛臣的气息 小师妹 白小春目中露出追忆 轻声喃喃 这话语一出 那原本面无表情 只是目中冰寒的先后 突然身体一颤 竟在半空中停顿下来 身体越发颤抖 正正的看着白小春 其神色内 渐渐露出挣扎之意 白小春眼看这个招拐用 强抑着心跳 让自己越发逼真的同时 使劲的散发出主宰气息 更是全身心的 模仿岛臣主宰 善善 好久不见 白小春柔和的开口 努力让自己表现出 轻松的神情 脚步缓缓抬起 慢慢的靠近 那颤抖的先后 岛臣 白小春 直至快要到了先后身边时 先后的口中 颤抖的说出了这两个字 白小春在听到后 内心掀起大浪 实际上这个办法 他也是通过之前那条鳄鱼 逃走之时触发的灵感 他隐隐觉得 既然那鳄鱼可以本能的逃走 或许先后这里 也存在了一些本能 可当先后开口后 白小春不由的吃惊 他发现自己似乎又错了 若仅仅是本能 似乎不应该说话才对 能说话 能叫出道臣的名字 这说明对方有记忆 这怎么可能 逆反住在体内的这些幽影 到底是什么 白小春深吸口气 随震撼 可却知道 如今不是思索的时候 他赶紧平复心绪 望着先后轻声开口 在这里等我 那也不要去 好吗 珊珊 小师妹 白小春生怕叫一个名字 不管用 此刻一股脑的将两个称呼都喊了出来 先后目中茫然 可神色的挣扎更为强力 趁着这个机会 白小春赶紧飞速一晃 展开全速 直奔前方 也做好了 若是对方追上来 就直接展开水泽国渡的准备 可让白小春惊喜的是 是那先后居然真的就站在那里 任凭如何挣扎 也都一动不动 果然还是美男计 比水泽国渡好用啊 白小春感慨中 速度更快 渐渐的 将他所在的血脉封印之血 从之前的八成 修复到近乎九成 与此同时 永恒先遇上 此刻所有人呼吸都近乎凝脂 他们虽没有看到白小春 在经脉内遇到敌人 可却能注意到 白小春在短暂的停顿后 其光线再次移动的一幕 尤其是此刻的白小春 距离丹田越来越近 这在所有人看去 他所经历的一切 要比圣皇难了太多 毕竟 他是从己剩下的两成 修复到了 如今近乎九成 一定要成功啊 圣皇身体颤抖 恨不能自己进去帮助 可他明白 如今的永恒先遇 能进入 魁足血脉封印之县的 唯有白小春 永恒之母保护啊 祈祷之意 哭泣之声 带着期待又绝望的南南 在这永恒先遇上 不断的 嗡嗡的传出 这一刻 整个世界注目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白小春将这血脉封易 直接修复到了九成 距离终点 只差一成时 在那经脉内 他遇到一个 在这之前 白小春无论如何 也都没有想到 会遇到之人 或者说 若非是在这里 他根本就不可能 遇到这个人 与圣皇遇到圣祖一样 此刻的白小春 在达到了九成区域后 他的前方 原本没有起伏的大地 突然出现了一座山 而仔细一看 那不是山 那赫然是一个巨人 这巨人盘袭打坐 闭着眼 此刻 随着白小春的靠近 他的双眼缓缓睁开 露出好似太阳一般的光芒 而其全身的皮肤 也都充满了纹落 那是不死皮 那是不死金刚 那是不死鸡 那是不死骨 那更是不死血 一样的血脉波动 一样的浩瀚无边 一样的充满了肉身的极致爆发 白小春 尸声惊呼 癸足 这巨人正是癸足 白小春血脉的源头所在 此刻随着睁开眼 他的身体缓缓的 从排袭中站了起来 血脉封印的通道经脉 原本在白小春的感觉 似磅礴无限 可如今随着魁祖欢欢战起 虽不是晴天 可却给白小春一种 仿佛支撑天地的错觉 那种庞大的神区 还有全身上下 由强悍的肉身形成的 充满了狂暴的力量 以及其没有表情的面孔 还有那带着冷漠的双目 这一切形成的冲击之力 仿佛可以让天地轰鸣 让世界振产 让这整个血脉封印的经脉通道 似乎要崩溃爆开 甚至仅仅是站起的动作 就好似掀起了风暴 向着四周轰隆隆地扩散开来 在这八方还存在一些幽影 此刻在这风暴的扩散中 那些幽影竟无法坚持半息 如被撕裂 瞬间就被抹去 哪怕惨叫 似乎也都来不及传出 力量 威压 狂暴 凶猛 这一刻的白小春 从这魁祖的身上 立刻就感受到这四个词语 他的呼吸变得急促 他的身体下意识的 就退后几步 而更让白小春心惊的 则是魁祖体内 那种血脉的波动 这波动 甚至影响到 白小春身体上的血光 好似 此刻的魁祖 正在与白小春 争夺血脉封印的源头 虽心知肚明 眼前这个被幻化出的魁祖 不可能成为血脉封印的源头 否则的话 这条封印之血 根本就无法坚持到现在 怕是早就被解开消散了 可白小春 还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以往的危机 来自他所不了解的敌人 可如今的危机 却是来自他的血脉之祖 圣皇之所以失败 或许是因他遇到了 当年的圣祖 白小春脑海瞬间就清晰 猜测到圣皇失败的原因 尽管只是猜测 可白小春心中 有七八成肯定 与自己的老祖宗战 白小春看了一眼魁祖 心头发虚 就在他这里震撼还没有消散 头痛之感升起的瞬间 魁祖的墓中猛地露出精芒 又昂然的战役 从其墓中爆发出来 就好似两个太阳一般 其身体更是瞬间向前一步走去 隆隆声中 其庞大的身躯好似一座 从远处呼啸而来的山峰 直奔白小春 更是在靠近的一瞬 魁祖的身体猛地速度加快 仿佛不再是冲来 而是撞击而来 很神壮 白小春双目皱得收缩 他太了解不死倦了 此刻一眼就认出 魁祖展开的术法 更是看到魁祖的速度 又一次攀升后 散出属于不死尽的波动 这还没完 最重要的 是白小春看到魁祖的右手 此刻食指与拇指散出的恐怖之光 随后锁 白小春可不想自己亲自上去 挨上一记魁祖的随后锁 他觉得 自己的小身板 如果是被打到了 怕是立刻就会被捏碎成肉泥 危急关头 白小春身体猛然后退 可他的退后虽快 但那魁祖一样不满 紧紧追击 眨眼界 二人就一牵以后 在这经脉内追逐起来 此刻 外界永恒仙遇上 传来无数人的吸气声 他们看到白小春所在的经脉内 代表白小春的光碟 首次的 在停顿之后 并非继续向前 而是出现了后退 这就让众人心头一颤 绝望之意不断地滋生 那种天地玉秘 世界将亡的感觉 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 末日的气息 他 一定是遇到了魁祖 只有圣皇 此刻 遗颤之后 猜测到答案 心底苦涩 可却难以相助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宋君婉 周子墨 侯小妹 李清侯 大天师等等 无数魁皇朝之人 此刻 也都一个个面色苍白 那种无力感 让他们也不由地泛起绝望 就在这无数目光凝聚 无数心绪起伏中 经脉通道内 一声剧烈的轰鸣回荡开来 白小春在退到一定程度后 在发现无论如何 也都无法避开闪躲后 他的气息一凝 他的双目血色弥漫 他整个人在这一瞬 直接就爆发 鬼祖又如何 你老老的 欺人太甚 白小春眼睛瞪起 此刻大吼中 身体不再后退 而是猛地冲出 寻雷人足变 白小春的身体 刹那间就膨胀起来 眨眼的功夫 再冲出三步时 他的身体 竟直接到了白杖大小 随后 人山绝下再次暴增 达到了二百多战后 化作了一尊小巨人 瞬间也展开汗山庄 呼的一声 他的速度顿时爆发 距离同样冲击而来的魁祖 越来越近 而白小春还觉得速度不够 又展开了不死计 他的速度 立刻就达到了某种极致 掀起了滔天的风暴 向着四周横扫石 白小春的肉身之力 已经彻彻底底 全面的扩散开来 更是配合修为的振动 在这融合下 凝举出了更强之威 来呀 白小春大吼 身体化作一座巨山 直奔魁祖轰然撞去 右手的碎喉锁 同样的施展出来 眨眼的功夫 就与魁祖碰触到了一起 圆圆看去 就好似两尊远古的暴龙在撞击 轰轰之声 瞬间就回荡而起 震动打地 仅仅是掀起的冲击 就扩散无击 使得不少四周刚刚凝聚出的幽影 全部在这风暴的冲击下 直接就崩溃抹去 轰鸣之声持续回荡 白小春的怒吼 魁祖的闷哼交错在一起 二人在这半空中 短短的时间内 就彼此轰击超过了一千多次 在他们彼此轰击的地方 白小春身上 仁山绝形成的石块 不断地碎裂 不断地崩溃 不断地四界 他的云雷人祖别 也同样被不断地削弱 身体持续地 从磅礴的状态蜕变 可他此刻所形成的战力 一样的惊天 那魁祖巨大的身躯 四爷都难以承受这一千多次的轰击 一道道裂缝出现的同时 其身体也散出了要崩溃的痕迹 最终 在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下 白小春鲜血狂喷 身体疏地倒退 不死卷的恢复之力 持续爆发 使得他在后退时 全身伤势最大程度的恢复 勉强止住步伐后 白小春又低吼了一声 哼 原来你只是一个虚架子 这一战 让白小春信心倍增 他感受到 魁祖那里 与自己所想象的不一样 并非强悍到难以匹敌 此刻所能表现出的 也就是太古战利 他咽下口中的鲜血 全身血光惊天而起 竟展开了神沙之法 其身体轰得一声化成血雾 直奔魁祖 可魁祖这里 同样有不死卷的恢复 此刻退出后 也在飞速的痊愈 居然 与白小春的想法一样 展开了神沙之法 化作血雾后 与白小春又一次 在这半空中 彼此厮杀起来 哄哄之声持续回荡中 无论是白小春 还是魁祖 都狼狈不堪 头发披散 二人都有强悍的肉身 都有惊人的恢复力 眼下如此轰杀 似乎 谁也无可奈何对方 直至又一次的巨像回荡 二人再次退后时 魁祖那里 忽然目中露出精芒 他的右手抬起 居然在右手上 出现金木水火土 五道气息 这五道气息 似对应人体五脏 又好似对应五大筋骨 在展开的瞬间 魁祖的胸口五脏位置 散出五色之光 随着光芒的爆发 他全身立刻就形成 比之前还要恐怖的波动 五脏之法 我当年就觉得首领老爷 也施展的五脏秘法 与不死卷有些契合 没想到 这才是魁祖创造出的 皮绕筋骨血后的不死第六卷 白小春 深吸口气 若没有这一战 怕是他这里根本就无法知晓 不死五卷后 真正的第六卷是什么 直至这一顺 白小春彻底明白 不死宫有五卷 但又不止五卷 如同自己不死长生宫后 自创后续功法一样 这不死宫第六卷 就是当年守灵人 斩通天道人时 所借用的 来自魁祖身躯内的 五脏之力 第1264集 圣祖 五脏之力 五行之源 此刻 随着魁祖胸口内 五脏位置光芒闪耀 飞速的 竟形成了五道光域 将魁祖全身笼罩在内侯 他的气势开始攀升 他的肉身之力 不断的爆发下 魁祖猛的抬头 面无表情的 看了白小春一眼 闪顺而来 白小春呼吸一蹴 刚要闪躲 可魁祖的速度 比之前快了太多 刹那灵机 一拳落下后 轰鸣中 白小春喷出鲜血 身体骤然倒退 还没等站稳 魁祖就再次到来 这一次 使双手伸开 似要抓住白小春的两个肩膀 要将其 一把撕开 强烈的生死危机 让白小春发出 谢斯底里的咆哮 他的墓中满是血色 甚至他的额头 都青筋鼓起 那生死一线的恐怖 此刻刺激的白小春 在京剧的同时 也滋生出了疯狂的反击 我虽没有创造出 不死第六卷 可我 创造出了不死卷 长生卷之后的 亘古卷 不死卷 你虽走到极致 可终究 还是不如我 走出了自己的路 白小春嘶吼中 双手掐绝 顿时 过去经已然展开 在魁祖的身体上 立刻就出现了 无数的符文 这些符文猛的收缩 形成封印 可这一次 白小春不等封印结束 就目中露出狠辣语 癫狂 大吼一声 哄哄之声 立刻惊天 那每一个符文 居然都直接爆开 若是一个两个 哪怕十个八个 甚至百个千个的自爆 或许都无法撼动魁祖 可如今 在他身体外出现的符文 足有数万之多 此刻全部崩溃后 一瞬形成的爆发力 就算是魁祖 也都无法承受 砰砰爆响中 魁祖全身剧烈晃动 直接就在符文 炸裂的冲击下 倒退开来 其身体外的五层光蕴 直接就有两层崩溃消散 可魁祖的凶残 随着其不死卷的运转 好似不知疲惫 不死不休一般 再次冲向白小春 刹那又已临近 一拳轰来 白小春气喘吁吁 可却目露争宁 右手抬起时 掐绝间 彼岸未来经 被他毫不迟疑的施展出来 轰鸣中 因本就血脉共鸣 未来经的命运连接刹那就完成 随着魁祖一圈落下 白小春鲜血狂喷的同时 魁祖也身体猛的一颤 一样的喷出一口鲜血 来呀 来呀 白小春眼睛赤红 猛的冲出 直接就与魁祖站在了一起 哄哄之声 不断的回荡节 白小春受到的伤害 魁祖一样要承受 可魁祖承受的白小春的神通 却不会影响白小春 如此一来 就等于是魁祖要承受双分的伤害 哪怕他有不死卷的恢复 可渐渐的 这恢复之力也都开始变得 跟随不上瘦创的频繁 尤其是 在白小春的彻底疯狂下 很快的魁祖就大口鲜血喷出 身体上的光玉再次碎裂了两个 最终 白小春在一声咆哮中猛的一拳轰去 将魁祖最后一层不死第六卷形成的光玉 直接碎灭 做完这一切 白小春嘴角溢出鲜血 身体亮强后腿 大口喘着粗气 看着狼狈更甚 几乎要支离破碎的魁祖 功法上 我比你强 白小春大吼了一声 魁祖是一言不发 可却身体又一次挣扎而起 冷冷的看了眼白小春吼 忽然右手抬起猛的握住 顿时 在他身后 竟出现了一尊巨大的虚影 随着虚影的出现 一股极致的霸道 立刻就在其身上轰然出现 正是不灭地拳 白小春地后中 一样站起右手握拳 我也有 身后顿时虚影幻化 只不过与魁祖的不同 他这不是不灭地拳 而是不灭主宰权 眨眼间 二人再次冲击 骤然接激 这是魁祖 与这一带的魁皇之战 这是不灭地拳 与不灭主宰权的一战 这更是在外界 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的一战 远远看去 非但是白小春 与魁祖在飞速靠近 同样 也是那两尊巨大的虚影 在急速地靠近 轰鸣中 双方直接就碰触到了一起 轰轰之声 滔天回荡中 魁祖身后的虚影越发模糊 直至最后 轰然崩溃 随着崩溃 魁祖的身体 也一下子萎靡下去 喷出大口鲜血 身体不断地退后时 白小春自身 同样也消耗极大 似乎失去了力气 双手撑着膝盖 板蹲在那里 不断地喘气 魁祖 我知道你一定还有意识 我不想和你打了 你让开 我要去修复封印 白小春抬头 大声开口 他不知道魁祖后面 是否还有更强的敌人 所以此刻 他动用的 打斗是肉身之力 至于 徐修为展开的大树法 他始终在克制 只是倒退百丈外 已经虚弱到了极致 似乎身体 即将消散的窥足 好似没有听到 白小春的话语般 依旧面无表情地 缓缓站起 哪怕站起的动作 都带着颤抖 可还是站了起来 一步步地 向着白小春走来 随着走来 他的不死卷恢复之力 似乎也都疯狂地在运转 只是他伤得太重 修复起来的速度虽快 可还是杯水车薪一般 只是若任由他走来 不加反击的话 则极有可能 给了奎祖恢复的机会 白小春 死死地盯着走来的奎祖 狠狠咬牙 右手掐绝一指 生死陷在京 周然展开 轰鸣中 白小春的身后 出现了一座巨大的石门 那是死门 而在奎祖的身后 则是生门幻化 随着他的走来 在这两座门出现之后 奎祖身体遗产 他的身躯竟肉眼可见的衰老虚弱 不死倦的恢复也终究难以逆转 可奎祖 依族依旧还是走了过来 一步步 哪怕衰老 哪怕虚弱 也还是在白小春 渐渐不可思议的目光下 走到了白小春的面前 而在走来的过程中 似乎这种衰老与虚弱 使得他发生了一些改变 仿佛 原本被压制的一些思绪 也渐渐随着压制之力的消散 慢慢地滋生出来 他的双目也渐渐地不再是冷漠 直至他站在了白小春的面前时 他的目中最后一丝冷漠消散 去而代之的则是沧桑与深邃 你凡摄取了我最后的意志 封印在其体内 成为了灭世的根源与养分 我本以为此生将永恒沉沦 直至遇到了你 不要怨我 只有你在将我彻底战胜 与死亡的那一瞬 我才可以挣脱逆凡的操控 恢复一些轻命 而我如今也已无憾 你记住我刚刚施展的 不死第六卷了吗 在白小春的争愣下 魁足淡淡开口 声音虽平静 可却透出了一股亲切 还没等白小春开口 魁足微微一笑 右手抬起时 他的身体竟在白小春的目中 模糊消散 可却有五片不同颜色的光晶 好似传承一般 飘入白小春的胸口 融入他的五脏之内 白小春站在那里 许久许久 他摸着自己的胸口 隐隐感受自己的五脏 似乎有些不一样的变化 可仔细体会 却似乎又是幻觉 可他沉默后还是抱拳 向着魁足消散的地方 深深败下 心底带着复杂 有着说不出的滋味 白小春起身后 深吸口气 向前呼啸 急齿而去 此刻 他距离最后的终点 丹田所在 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小段路程 整个血脉封印的修复 也已到了九成 而随着他的移动 外界永恒仙域上的所有人 全部都在陷入绝望的深渊之际 却看到了一线升级 顿时欢呼起来 他们心中的希望 又一次凝聚 只有圣皇站在半空中 看着重新移动的 代表白小春的光点 他好似一下子苍老了很多 南南低语 他 战胜了 他的祖先 外界的一切 白小春看不到 也没时间去关注 此刻他经历了与魁祖一战 身体很是疲惫 好在一方面 不死卷的恢复 正持续存在 另一方面 则是他与魁祖的一战中 保留了不少的修为之力 为的 就是防止在 罪中修复封印时 功亏一篑 魁祖留在我五脏内的 应该就是 不死卷的第六卷 白小春急持间 也在感受五脏内 随着魁祖散出的五色光芒 从而 生起的阵阵暖意 可除了这个暖意之外 再没有了其他的反应 可惜 如今不是深思之时 白小春只能将心沉下 不再考虑五脏内的光芒 保持急速前行 这最后的路程 与白小春所想的有些偏差 居然没有任何幽影出现 似乎到了这里 幽影已经无法去形成了 可白小春心中却还是有些不安 他总觉得 在前方的终点所在 也就是逆凡的丹田位置 存在了一个会让他意想不到的大敌 这种感觉 来自他身为太古的感觉 此刻在紧张的情绪下 白小春刻意将速度慢了一些 直至他的肉身之力 已经恢复了大半时 未免夜长梦多 白小春再没有迟疑 加速前行 不多时 在永恒仙玉的众人墓中 代表白小春的光点 已经到了丹田的位置时 白小春的眼前 出现了一片漆黑的星空 如同黑色的海水 又如同黑色的夜空 弥漫无几 浩瀚无比 白小春清楚地知道 只要自己碰触到那片星空 就可以将血脉封印彻底修复 从而连接 那主宰逆凡的眉心与丹田 之时 就在白小春 欲欲冲入此地的瞬间 忽然的 他的耳边传来一声沧桑的 好似从岁月里飘来的叹息 这叹息声一出 竟有一股大力 木然间在白小春前方扩散开来 形成了一层隔膜 直接就将白小春阻挡在外 白小春面色一变 没有半点迟疑 直接展开不死劲 可这无往不利 能穿透任何禁止的不死劲 居然在这里首次失败 轰的一声 白小春的身体被声声弹出 白小春内心咯噔一下 缓缓地转过头 看向在不远处 此刻从虚无内 缓缓显露出的一个身影 这身影背对着白小春 盘膝打足 穿着一身地袍 带着一尊地关 一身浩瀚的修为 深不可测 使得白小春只是看了一眼 就觉得双目刺痛 甚至心神也都掀起滔天大了 实在是 他想过能在这里遇到谁 甚至也思索过 或许能遇到眼前这个人 可这个人 却又是他万万不想遇到的 白小春面色难看时 那背对着他的身影 此刻缓缓转过头 露出了一张先锋道骨 更有一身正气 俊朗的面孔 这面孔不怒自危 隐隐透出稳重 似乎天崩地裂在其面前 也都不会让此人有太多的动容 他正是 道臣主宰 白小春一字一字开口 心底苦涩的同时 更有暗叹 他不知道 这一次自己能不能成功了 实在是面对道臣主宰 白小春没有半点霸悟 可他还是心中带着一些稀计 毕竟之前所遇到的一些敌人 看似强大 但明显 都比生前弱了很多的样子 但他还是想要去沟通一下 看看这道臣主宰 是否还有意识 只是还没等白小春开口 道臣目中露出一抹精芒 其右手抬起 向着白小春一指 这一指之下 一道白色的光 凭空出现 只本白小春轰鸣而来 太古之光 白小春失声惊呼 身体急速后退 轰的一声 他之前所在的地方 已被这太古之光 疏问间瓦解 太古之光 莫非不是保善 那舟船上的棋盘之法 而是道臣主宰 将其法术烙印在上 如果是这样 难道这太古之光 实际上应该是主宰之光 白小春呼吸 顿时急速 他虽获得了道臣主宰部分记忆 可这记忆里 没有关于神通术法的部分 所以直至到了此刻 白小春才意识到 宝扇上的一切 或许 与自己如今的猜测 出入不大 就在白小春后退的瞬间 随着道臣的挥手 顿时 一道道太古之光 幻化出来 向着白小春 轰杀过去 白小春 立刻闪躲 实在是 那每一道太古之光 都让他感受到了危机 也正是在此刻 白小春终于感受到 之前邪黄面对 太古之光时的头痛 太古之光 实在太多了 在道臣主宰的手中 好似无边无际 没有数量的限制 轰鸣中 就如同一场 太古之光的大雨 倾盆而来 所过之处 一切都被催苦拉小 白小春只能后退 渐渐的狼狈中 白小春嘀吼了一声 太古之光又如何 白小春猛的一拍筹袋 顿时就有多色火 从内飞出 二十色 二十一色 二十二色 直至二十七色 这些多色火 都是白小春之前 炼制三十色火石 剩余下来的 此刻取出了不少 在面前猛的一挥 顿时 这四周火海 滔天而起 焚烧八方 那些太古之光 虽犀利 可在与多色火海的 碰触后 还是被抵消了不少 就这样 借助多色火海 白小春终于喘了口气 目中也随之露出 奇异之芒 的确是比我记忆里的他 输了很多 这一战 并非不可胜 白小春想到这里 正要冲去 可就在这个时 岛尘主宰 目光一闪 其左手抬起 木然一挥 这一挥之下 他的左手 居然变换成了半透明 仔细一看 竟好似由水组成 而随着挥舞 其左手内 居然散出大量的水滴 这水滴之多 汇聚在一起 瞬间就形成了一条大河 此河横扫八方 其内浪花翻腾 远远看去 好似一条河龙 其内任何一滴水内 都蕴含了万军之力 如今全部幻化 顿时让四周轰鸣不断 更有强烈的 难以形容的威亚 不断的降临 不仅仅是这样 还有阵阵冰寒 扩散四方 这寒气惊人 居然连多色火的火海 也都压制不住 清可节 多色火海 居然被熄灭了大阪 使得那些太古之光 再次爆发 白小纯 只能急速后退 再看到这条河的遗述 他已经苦笑起来 他一眼就认出 这条河 正是宝扇善灭内的大河 此刻对于宝扇的猜测 更为确定后 白小锤也身体一晃 目中露出果断 右手抬起 同样一挥 第四神通 引发之法 周然展开 立刻 这河水所在的区域 顿时凹陷形成弯曲 在这弯曲中 引力幻化 影响时间流速 之前还磅礴无尽的河水 此刻竟一下子缓慢下来 好似被逐渐禁锢一般 白小纯知道 自己的引杀 虽也是本源之法 可与道臣主宰比较 还是有些差距 哪怕眼前之人 不具备道臣真正的战力 也一样让白小纯压力极大 此刻他没有半点迟疑 身体瞬间冲出 只本道臣而去 从事之中 他都坐在那里 若我与他之间拉开距离 太过之光下 我根本就很难靠近 如今 只有去近距离一站 白小纯 狠狠咬牙 呼啸节 眼看就要临近道臣 可就在这时 道臣眉头微微移皱 其右手再一次抬起时 赫然在他手中有一座山 幻化出来 道源之山 哪怕白小纯心中也有准备 可还是在看到这座山的瞬间 心底咯噔一声 这座山正是宝山上 生死道源所在的 山风 道臣啊 你这是将你所有的神通 都烙印在了那把扇子上啊 白小纯顿时头大了 若非是此地无法召唤扇子 白小纯都想将扇子召唤过来 与道臣一战了 第1266集 星海丹田 眼看到原山轰然而来 更是不断的变化 眨眼界就好似真正的山风 要将白小纯彻底镇压时 白小纯也豁出去了 此刻 哪怕肉身之力并没有恢复时程 也毫不迟疑的彻底爆发出来 随着其右手握拳 不灭主宰拳 顿时全力展开 他身后虚影 与自身融合 化作了那惊天的一拳 在道原山镇压过来的刹那 白小纯也直接拔底而起 一拳轰去 双方瞬间碰触到了一起 轰鸣之声震耳欲聋的回荡八方 那强悍的道原山 此刻被白小纯主宰之拳轰中 立刻震颤 更有一道道裂缝 从与白小纯接触的地方出现 向着四周蔓延开来 可白小纯也不好受 他哇的一声 连续喷出三四口鲜血 尤其是右臂 好似要断了一半 身体直接就如断了线的风筝倒退 实在是这道臣主宰 哪怕再入也依旧强悍无比 好在 白小纯这一击 有其作用的同时 道臣的一切术法 也都被削弱 此刻 那道原山在裂缝的蔓延下 直接就崩溃开来 四分无力 可就在其碎裂的瞬间 突然的 从这道原山内 竟飞出了一座塔 塔内有黑白二色雾气 直接就释放出来 一股代表了生死的本源波动 随之扩散时 白小纯双目收缩 眼看那黑白二气直奔自己而来 他心知肚明 这是道臣主宰的生死本源 白小纯立刻低吼 水泽 将他从始至终保留的 最为消耗自身修为之力的神通 周然展开 随着话语回荡 顿时 他的四周立刻就水气弥满 这水气之多 直接就扩散开来 使得这个八方大地 好似化作了沼泽一般 就连那生死本源的雾气 也都在这水泽内 似感受到了什么 竟急速地翻滚 哪怕道臣主宰 也都目中首次地露出奇异之色 看向白小纯 与此同时 白小纯的口中 传出了这数法后的两个字 国度 一声售吼 直接就在这一片水泽内爆发出来 滔天回荡 充满了凶残 充满了无法形容的震慑 在扩散时 就连道臣身后的壁杖 也都第一次幻化在白小纯眼前 扭曲起来 紧接着 大地颤抖 天空轰鸣 从那片水泽内 顿时就有一根根利刺 好似弯曲的山峰 拔地而起 眨眼的功夫 随着一座座山峰的出现 一片浩瀚的大陆 也都从旗内升起 最终 划作了一只巨大的兽爪 这兽爪 如今算是彻底的险露在外 轰的一声 直接就拍在了地面上 随着拍击 风暴扩散 仅仅是兽爪 就好似 能支撑天地一般 此刻落下后 露出了满是鳞片的爪子 甚至在漆上 还有不少黑色的燃烧的液体 正在滴落 没有结束 在第一个爪子伸出后 立刻又有大量的弯曲的山峰 拔地而起 随之而来的 竟是第二个巨大的兽爪 轰鸣中 大地震产间 那第二个爪子 也落在了地面上 此刻的白小春 站在这两个兽爪之后 他的前方 远远看去 好似这水泽国度的沼泽 就是一面巨大的缺口 通往深渊 而如今 从深渊内 白小春的本命之兽 正嘶吼中 试图彻底地爬出来 仿佛他为了这一天 已经等了太久 此刻不再是 猙獰的巨嘴出现 而是两个兽爪 抠住地面 大地震产中 似乎他的头颅 就要伸出 可就在这个时 道臣的墓中 奇异之色更浓 他掐绝结 顿时那生死本源的雾气 立刻就形成了 一黑一白 两把飞剑 胡小杰 直奔那两个兽爪 刹那临机 好似能穿梭虚无 直接就刺入到了 两个兽爪上 代表死亡的黑剑 再刺入的一瞬 那整个兽爪 顿时枯萎 好似死亡一般 而那代表生机的 白剑刺入后 好似生机 一下子涌入太多 使得受找 竟无法承受 直接就崩溃开来 而双剑的同时爆发 形成的剧痛 立刻就让那全力以赴 想要伸出头颅的 本命凶手 发出了一声前所未有的 七地怒吼 让白小春这一生 都无法忘记的画面 瞬间就出现在他的眼前 从水泽国度内 从白小春的身后 直接就大地凹陷 一个硕大无比 似乎这经脉世界内 都要支撑不住的巨大头颅 突然的就从水泽内 猛然冲出 这头颅似龙 更似龟 可那漆黑的上下肠鳄 还有那锋利的 如山峰大小的牙齿 使得其模样 更像是鳄鱼一般 此刻猛然冲出 带着嘶吼 带着惊天动地的气势 直接 就向着那黑白两把飞戒 张开口吞噬而来 哄哄之声震天回荡 那本源飞戒 居然都无法闪躲 直接就被这大口吞噬 甚至 这张着嘴的巨大头颅 冲击太猛 无法收住 都直接撞击在了 守护丹田星空的臂杖上 这一撞 让大地崩溃 好似一切的一切 都要碎裂开来 而那臂杖同样如此 在阵阵的咔咔声响 居然被直接地撞出 一个巨大的缺口 只是 白小春的这尊 本命凶手 也很不好受 此刻再次惨叫一声 头颅急速地缩回 直接就回了水泽内 不等白小春 消散树法 这里的水泽 就自行地散去了 这一切太快 以至于白小春 此刻还瞪大着眼睛 有些愣住 实在是他怎么看 也都觉得这一切 似乎是自己的 那尊本命凶手 因太过着急出来 所以鲁莽之下 差点把其自身 给一头撞死 怎么会是条鳄鱼 白小春 没时间去琢磨自己的 本命兽 居然会是条鳄鱼 这样的事实 此刻身体一晃 直奔臂掌缺口 刹那间就穿透过去 正要一步 踏入星空丹田 可突然的 盘西坐在那里的道尘 身体瞬间模糊 出现时 直接就在了白小春的身前 右手抬起 口中传出瓶颈的声音 此路不同 你妹的 白小春大好 他不是不尊重道尘 实在是此刻 一方面知道 眼前之人 与自己所知晓的道尘 有区别 另一方面 则使他焦急无比 那种希望就在眼前 可缺被人阻挡的怒意 让白小春毫不迟疑的 直接就展开了 他成为太古后 因那一丝仙剑的气欲 从而明误出的 半招太古之法 白小春大吼了一声仙剑 体内的修为之力 瞬间就紧乎枯萎 以这种磅礴的修为 展开的术法 去催法 那融入自己体内的 最后一丝仙剑气欲 顿时 在白小春的四周 就直接的形成了一片虚幻的仙剑废墟 这废墟无限之大 弥漫八方 此刻在出现后 沧桑之意更有仙剑的气息 格外的明显 将道臣笼罩在内的同时 更是直接的凝聚过去 形成了镇压之力 远远一看 道臣的身体所在的区域 仿佛形成一个凹险 而这仙剑废墟 就好似沙土 瞬间将其埋葬在内 形成了束缚 道臣面色首次大变 看着四周的埋葬而来的仙剑废墟 他的墓中露出茫然 而借助道臣被困住的时间 白小春拼了座椅后一丝体力 瞬间冲出 直接就踏入到星空丹田 在他进入星空丹田的刹那 他身上的血脉之光 猛得明亮起来 璀璨刺目的同时 永恒仙玉上的修饰 全部都看到了 在那仓穹上巨人主宰的眉心 与丹田的位置 那条封印之鞋 散发出强烈的光 更有封印之力轰然扩散 好似化作了一张大王 直接 就将原本还在挣扎的巨人主宰 生生的重新又束缚起来 第1267集 陨石结界 永恒仙玉众人眼中的巨人主宰 其身上代表圣皇血脉的封印之线 虽然崩溃 可如今白小春重新的将魁祖血脉封印之线修复 哪怕如今这主宰身上只有这么一条封印 曾经的三条断了两条 可这一条确实至关重要 眉心代表神识 丹田代表修为 由此也能看出 当年三大永恒之子里本也就是魁祖最强 所以才会让他的血脉化作的封印来镇守这最关键的地方 所以此刻的逆凡主宰 哪怕之前的他已经眼皮震动 已经身体震颤 已经将要苏醒 可如今随着白小春血脉封印的完成 他的身躯慢慢的无法挣扎 渐渐的从之前的震颤中停息下来 而白小春的身体也在将血脉封印修复后 立刻被这条封印内的血脉之力传送 刹那消失 出现时移在了主宰身躯之外的苍穹上 他的出现 立刻就迎来了永恒仙语无数修士的欢呼 大喊着魁皇魁皇 无数的欢呼声 从邪皇朝内圣皇朝以及魁皇朝内 不断的爆发出来 回荡整个永恒仙语 实在是白小春 从进入主宰体内直至如今归来 虽用去的时间不多 但对于永恒仙语的修士而言 就好似经历了生死一样 毕竟那是传说中的天外大敌 他一旦苏醒 其后果是什么 每个人都清清楚楚 尤其是圣皇 此刻他深吸口气 看向白小春时很是复杂 若是患了没有天外大敌 他一定会想办法削弱白小春 从而争夺永恒仙语之主的身份 可如今他只能苦笑中彻彻底底的打消这个念头 身体一晃 直奔白小春 白小春站在天空上 他听到下方众人的欢呼 也感受到他们的激动 可这一刻的他却没有了以往的得意与炫耀 而是心底压抑非常 实在是之前的修复难度之大 使得白小春对于这逆凡主宰的实力 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强悍如三大永恒之子 也都无法将其灭杀 只能牺牲生命来封印而已 就算是道臣主宰 也都隐恨 这一切让白小春此刻抬头中 看向苍穹上的逆凡主宰时 心中充满了不安 在他的墓中 苍穹上的逆凡主宰 与之前的样子有了很大的不同 此刻 他全身上下都是裂缝 好似军力一般 那是在之前不断的震动 挣扎下出现的碎裂 裂的也并非他的身体 而是多少年来 落在他身上 已经形成了岩石的尘埃之土 在白小春不安时 圣皇靠了过来 一眼就看出白小春的思绪 他也苦笑中低声开口 仅仅是一条封印 虽能暂时束缚了这尊主宰 可却持续不了多久 最多半家子罢了 这个消息 圣皇是因掌握了完整的传承 所以推延出来 如今整个永恒仙域里 怕是也只有他知道此事罢了 白小春在听到后 心脏狂跳 呼吸也都急促起来 他心底非常清楚 圣皇不可能说谎 如今距离主宰苏醒 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怕是下一次主宰身体震动时 自己的那条血脉封印 就会直接崩溃 而逆凡也会真正的睁开眼 苏醒在星空中 半家子的时间 除非我们可以寄生主宰 那样的话 或许还有一些升级 而若我们成不了主宰 则下场可以相像了 圣皇声音低沉 满是苦涩 而我们也无处可逃 想来你之所以能寄生太古 并非是获得了永恒之母的认可 而是在外界获得的机缘造化吧 那把扇子也在你的手中 你也看到了外面的星空 圣皇轻叹 白笑纯沉默 扮上后正要开口 可就在这时忽然的 在永恒仙与众人 刚刚松了口气后 一变突起 一连串惊天动地的轰鸣巨像 从苍穹上木然传来 轰隆隆的声响中 只见已经被重新封印 一动不动地逆翻诸宰 其两侧肩膀的位置 或许是因碎裂的太多 又或许是因血脉封印的消散 那里居然大范围的崩塌开来 随着崩溃 竟有大量的陨石 直奔永恒仙域的大地 昏明而来 这些陨石小的足有一人多大 而大的则是堪比山峰 任何一个都散发出惊人的黑芒 好似可以穿透虚无 在白小春与圣皇面色一别 想要去阻止时 这些陨石的速度差那加快 竟直接就出现在了大地上 昏明之声不断地回荡 大地震颤的同时 那些陨石砸落的地方 竟有黑光骤然散开 笼罩八方后 居然形成了好似结结一般的存在 眨眼间 在整个永恒仙域 三大皇朝范围内 这样的陨石结结 足有上百个之多 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 偏偏这些黑色光芒的结结 居然在不断地蔓延 而但凡是被秦蔓延所过的地方 被笼罩的结结内的区域 立刻就枯萎 好似一切生机都被吸走 这一幕 与当初圣皇朝内的事件一模一样 甚至秦蔓延的速度 因上百个一起扩散 怕是若不加以阻止 用不了多久 将会覆盖整个永恒仙域 而显然 这些被吸走的生机 统统都是被送入到 逆繁株栽体内 成为他挣脱封印的力量 立刻阻止 圣皇大惊 倒吸口气后 他立刻传出蜂蜜 白小春也毫不迟疑地传出法旨 顿时 奎皇朝与圣皇朝的天尊 以及半神全部出动 向着距离自己最近的结界 急速赶去 邪皇朝内 虽邪皇陨落 可如今元妖子等人 也都知晓分寸 不用白小春吩咐 他们立刻召集半神 也加入进去 甚至 白小春更是召唤出 宝扇上的两尊太古奴 让他们也去抹去结界 集合整个永恒仙域三大皇朝的力量 再加上两位太古 一同去清理这些结界 如此 才使得一切都得以控制 至于白小春与圣皇也没有闲着 他们找了两个最大的结界 瞬间飞去 圣皇 在看到白小春召唤出的两尊太古奴后 再次吸了口气 可同时心底也突然的 多了一些对于永恒仙域能存在下去的把握 此刻他选择的 是如山峰大小的区域 而白小春选择的 则是此番落下的陨石里最大的一颗 其大小堪比一座小岛 落在的地方也并非大陆 而是永恒海上漂浮在那里 不断的蔓延 白小春心头忧虑 更有疲惫 他自从归来后就几乎没有半点清闲 先是来就聚鬼王 又占假邪皇 而后假邪皇刚雨 逆反主宰封印断开 等白小春费尽千辛万苦 将封印修复后 又出现了这些结界 这一切 让他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神 都很是疲惫 可却不得不强行打起精神 展开全宿呼啸界靠近了永恒海 到了那结界所在之处 没有迟疑 不死尽已然展开 直接穿透那黑色的结界 出现时赫然在了结界内部 刚一进来 白小春也都吃了一惊 这才短短的时间 结界内居然没有了海水 有的只是一片黑色的大地 更远处 似乎存在了一座火山 那火山显然就是雨时所化 正有滚滚黑雾 不断的扩散出来 成为这结界蔓延的根源所在 白小春 神识刚一散开 他立刻目光一苏 注意到了在这结界内 赫然还存在了无数的魔影 这些魔影藏身在黑雾内 也不知道是他们推动雾气扩散 还是雾气带着他们蔓延 此刻在注意到白小春后 这些魔影一个个发出七里之音 直奔白小春重来 与主宰体内的幽影不同 这些魔影 白小春神识一扫 立刻就察觉出 他们居然是冤魂 或者准确的说 是魂的一种 而对付魂 白小春有太多办法了 他此刻也松了口气 右手抬起一挥 顿时大拔大拔的巨魂丹 直接就被他铺天盖地地扔了出去 早知道逆凡坠里有魂的话 我还去什么星空啊 白小春笑子一甩 在那巨魂丹的昏鸣中 一路横扫 风卷残云 如入无人之境 第一千二百六十八级 那一拽 节节内的魔影 都是当年 在逆凡诸宰毁灭星空各个族群后 被其气息沾染 从而形成的冤灰一般的存在 他们当初 随着逆凡诸宰 横扫整个星空 所过之处 任何族群无不闻风丧胆 主要是这些魔影冤魂 因本就是死亡之物 所以根本就不怕击杀 而且 除非是用大神通的术法 可以将其彻底灭绝外 其他诸多神通 都对他们几乎无效 只有个别的族群 才具备那种针对昏体的神通 可这样的族群 往往提前就被逆凡诸宰亲手抹去 如此一来 就使得魔影大军 在曾经的岁月里 成为了逆凡手中最恐怖的招牙之力 直至逆凡 被三大永恒之子 牺牲生命封印后 这些魔影军团 也随之进入到逆凡诸宰体内 休免了无尽岁月 如今随着逆凡的半苏醒 这些魔影大军立刻就纷纷复苏 一个个随着血肉陨石的落下 随着结界的出现 顿时就幻化出来 一方面不断的蔓延 整个永恒险余 另一方面 则是对于一切的踏入者 都展开灭绝吞噬 可他们遇到了白小淳 白小淳 这一生所烈化的抓捕的魂 其数量之多 怕是堪比整个永恒仙 与众生的数量 而他又身为烈魂师 又经历了星空之旅 可以说对白小淳而言 他当年虽怕鬼 可如今的他 最不怕的就是鬼了 此刻眼看那些魔影 猙獰嘶吼地扑来 白小淳顿时就乐了 右手挥舞节 随着聚魂丹的散落爆开 立刻一团团聚魂丹 形成的犀利漩涡 就瞬间爆发 将附近的魔影 刹那就被吸扯而来 任凭这些魔影如何挣扎 也都于事无补 在这巨大的 专门针对他们的犀利下 这些魔影 好似脆弱地不开一击 在凄厉的嘶吼中 刹那节 从四周扑来的 无边无际的魔影 就直接地化作了 数十个巨大的魂团 任何一个魂团内 都有数不清的魔影 他们相互咆哮 相互挤压 可却挣脱不开 这种轻松 让白小淳疲惫的心神 也都振奋了一下 身体一晃 所过之处 那些魂团都被他一一收起 要是逆凡厨在那里 也可以这么简单 那就好了 白小淳有些感慨 将四周的魂团收走后 眼看又有大量的魔影 呼啸而来 他眼内露出战意 扬天长笑 来吧 今天让你们知道 你家白爷爷的厉害 白小淳意气风发 巨魂丹再次被他大量的扔出 其身影也一路呼小姐 向前横推而去 远远看去 随着一声声轰鸣巨像 所有靠近白小淳的魔影 全部都被吸扯成为了魂团 到了最后 原本气势汹汹的魔影大军 也都好似凋零一般 所生无几的同时 那些余下的魔影 也都露出了本能的恐惧 甚至 不等白小淳靠近 就纷纷的一哄而散 实在是他们这一生纵横星空 不是没遇到恐怖之人 可与那些人比较 白小淳才是真正的恐怖魔王 仅仅是这么片刻的时间 他收取的魂之多 已经接近了 在星空之旅的三成左右 而更是让四周的魂骇然的 是白小淳居然一边收魂 一边炼火 就地取材 直接就将大把大把的魔影 生生的炼成了哆嗦火 那火光璀璨 映照八方的同时 他的身影 在那些魔影的墓中 已经是这天地界 仅次于逆凡的恐怖存在了 如此天敌 他们哪怕没有什么意识 也都感受到强烈的 无法形容的威胁 此刻岂敢上前阻挡 甚至都恨自己的速度 为何抬慢 争先恐后的逃短 若是换了其他时间 白小淳说不定 还有心情去抓捕一番 可如今 他只是看了一眼 就财打气粗地收回目光 直奔着解解中心的火山 急驰而去 速度飞快 一路更没有任何阻拦 就这样很快的 白小淳就到了那火山的边缘 神石扫过后 白小淳目中略过一丝惊讶 他在这火山内 查看到了 存在了一座古老的石门 这石门沧桑中 透出岁月之感 其内隐隐传出咆哮之声 甚至说其实石门 也仅仅是看起来像门而已 实际上 这只是一个巨大的石矿 在中间好似水灭一般 存在了一层浑浊的薄膜 这薄膜如今正在 时而鼓起 时而凹歇 似乎有某个强悍的存在 正试图冲出薄膜 降临这结界内 在看到这石门 以及那凹凸起伏的薄膜时 白小淳目光猛的一缩 可很快的 当他察觉 这薄膜内的存在 似乎只是一个太古石 白小淳顿时放下心来 身体一晃 直奔火山 火山喷发出的黑雾 对他没有半点影响 甚至都无法沾染其身 就被白小淳散开的波动 直接驱散开来 他的身影好似一到闪地 瞬间就进入到了火山内 出现时赫然在了那石门的前方 就在白小淳出现的刹那 石门内的存在死 绝察到了什么 猛的发出惊天动地的咆哮 更是从薄膜内 直接就伸出了一只大手 这大手将薄膜直接撑开了很大 似乎全力的挣扎 想要从内破开冲出 这薄膜内的存在 同样也是模影 可显然 与其他模影不同 这个模影散出的波动 居然与太古修士相差无几 以白小淳对魂的了解 此刻一眼就判断出来 这必然是一尊太古模影 而且明显的 其魂体完整 与当年白小淳 在星空遇到的宫殿内的太古魂 有很大的区别 显然 此模影应该就是 逆凡模影军团内的主将之一 原本他再需要一些时间 就可以冲破薄膜 降临此地 到时候指挥那些模影大军 就可以让这一处结界更为牢固 就算是白小淳 想要铲除此地 也需要耗费一些代价 绝不会如现在这样简单 毕竟 这太古模影的存在 可以让其他的模影 好似士兵一般被操控 这就是的 白小淳的巨魂丹 虽还有效 不过 作用肯定要大大折口 但 谁叫这太古模影倒霉 怎么也都没想到 白小淳这里 居然来得这么快 快也就罢了 居然还有那种 收取魂体的手段 以至于 他还没等降临呢 白小淳 已经堵在了 他与降临的门口 这一切 让这太古模影 很是愤怒 此刻 咆哮声中 都带着遗憾 更有冰寒之意 随着他那只大手 将薄膜撑得极长 他与其他模影 不同的地方 也体现出来 那就是 他有自己的神志 与意识 更有神念 此刻他的神念 就好似风暴一般 带着怒意 周然地从石门内传出 回荡火山内 这一次 这一次 算你走运 若非是本尊来不及降临 岂能让你杀到此地 不过你也不用得意 用不了多久 主人的魔影大局 依旧还会降临 而本尊也同样 会再次出现 将这片大地蔓延 将你 以及你的族群 抹去童话 成为我们的魔影的一部分 太古魔影低吼 声音带着怒火 似宣泄一般 将这些话说完后 他那将薄膜撑起 老高的大手 也缓缓地收回 可就在 他要将自己的手收回时 白小春站在那里 眨了眨眼 轻壳一声后 立刻上前 静 一把热情地抓住 那要收回的 仿佛戴着薄膜手套的大手 别急着回去啊 你既然想来 我帮你 白小春 岂能让这个太古魔影离去 对他而言 这个魔影的价值更大 此刻 抓住那魔影的大手后 在这魔影的一愣中 白小春肉身之力 与修为轰然爆发 一股前所未有的大力 在他手臂凝聚 抓着魔影大手 在地后中 狠狠地 一拽 白小春力气实在是太大了 尤其是此刻 他全力爆发 用的还是 凝聚了主宰气息的右手 这一拽之下 顿时就将那薄膜瞬间撕离 而那只太古魔影 此刻被白小春拽住手臂 直接就从这石门内一把拽了出来 这一切太快了 超出了那太古魔影的想象 以至于此刻他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已经出现在白小春的面前 这太古魔影 看起来应该是个中年男子 头发散乱 此刻呆呆地看着白小春 有狭意识地回头看了看 那被白小春拽破的薄膜 他虽是魂体 不可能流下冷汗 可这一瞬 他是真的有种冷汗淋漓 遍体生寒的感觉 他非常的清楚 那薄膜有多么的坚韧 自己之前挣扎了半天 也都无法撕开 可眼前这个看起来 似乎白白嫩嫩的家伙 居然一下子就撕裂了 这还不算什么 最主要的是此刻 没有了石门阻挡 没有了薄膜阻隔 他清楚地感受到 自己面前的白小春身上 散发出的 那让他觉得颤抖的气息 那个 前辈 这一定是误会 这尊太古摩影身体一颤 赶紧开口 你这个小魂体 很特别啊 白小春立刻惊奇 仔细地打量起来 误会 前辈息怒 我这就回去 太古摩影说到这里 赶紧地就要逃回石门 可任凭他速度再快 也只是在跑了几步后 不得不停顿下来 因为他的那只手 此刻还在白小春的手中 眼看白小春 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 太古摩影 脸都扭曲了 声音都带着哭腔 还好起来 真的是个误会呀 我 我方才只是 随便说说 我 着什么急啊 我觉得你和我有缘 你说话的样子 颇有我的风范啊 白小春 右手猛地一拽 顿时就将这魂体 给拽了回来 可就在这时忽然的 这太古摩影 猛得神色露出利益 竟直接张牙舞爪地扑来 气势更是爆发 堪比太古强者 如此近距离地出手 若是换了圣皇 怕是也要狼狈一下 可对于白小春而言 他最不怕的就是近身战了 小河居然还敢还手 白小春眼睛一瞪 直接立刻取出一团哆嗦火 放在手中狠狠地一巴掌呼了过去 残叫之声 顿时就从这太古摩影口中传出 声音凄厉到了极致 实在是白小春的手段 对于魂体的伤害极大 毕竟 多色火本身就是魂炼成 对于魂体有着难以形容的克制 此刻他的惨叫 没有让白小春停手 白小春生气了 觉得这太古摩影很狡猾 此刻上去就是一顿爆打 很快的 太古摩影的叫声带着求饶 不断地传出 前辈 我错了 哎呦 别打呀 我真的错了 我要回去 我要回家 到了最后 这太古摩影惨叫都虚弱了 整个魂体惨大无比 趁着白小春松手时 他努力挣扎地向这远处的石门爬去 可刚爬到一半 就被白小春一把扯着腿拽了回来 别乱跑 打你了 白小春一瞪眼 将右手的多色火猛得一把按在大地上 顿时四周火海迷茫 刹那就扩散整个阶阶 无数藏在其内的魔影 纷纷惨叫中 声声灭绝 求求你 让我回家吧 我已经不行了 这太古摩影眼看着一幕吓得更为颤抖 哭腔哀嚎时 白小春又脚抬起 又向着大地狠狠地移躲 顿时 大地轰鸣 这四周的结界 肉眼可见地开始了崩溃 首先崩溃的是四周 随后是火山 最后才是那座石门 眼看石门震动 太古摩影再次试图挣扎 可还是没等到钻入石门内 就被白小春再次车腿拽了回来 还乱跑 白小春瞪着眼 唬着脸 那太古摩影吓得一个哆嗦 竟生生地昏了过去 若反倒让白小春愣了一下 仔细地看了看这摩影 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标本 于是 小贼一甩将这摩影收走后 随着大地火海的扩散 随着结界的崩溃 很快地把风震颤中 石门碎裂火山爆开 结果彻底地成为了碎片 随着这最大的结界消失 白小春身影一飞冲出 看去是 他神识范围内 整个永恒仙域中 那上百个结界 此刻都好似巨大的骨包一般 高高的骨骑 如果把永恒仙域比喻成一个人 那么这些骨包就好似 恶极毒瘤一般 触目惊心 即便是能将毒瘤抹去 可被启蚀过的地方 也都好似被腐蚀一般 草木不生 白小春面色难看 身体一晃 直奔魁皇朝 就算是去帮助 白小春最先想到的 自然也还是魁皇朝 此刻 随着他的速度爆发 刹那临近一处结界后 直接就踏入进去 巨魂丹的爆发 火海的扩散没有多久 这一处结界就直接崩溃 没有停顿 白小春继续下一处 就这样 在他的横扫下 魁皇朝的结界几乎有大半 都是被他相助灭去 只有不多的一部分 是大天师公孙婉儿等人抹去 随后众人无法停歇 又立刻进入邪皇朝内 陆续出手 而圣皇那里也在不久后破开结界 就这样 用了几乎半天的时间 终于在白小春与圣皇 还有他那两个太古奴的出手下 将这弥漫永恒仙玉的毒瘤结界 全部抹去 只是放眼看去 永恒仙玉好似千疮百孔 那些被腐蚀的区域坑坑洼洼 好似整个永恒仙玉都失去了一些生机之力 与此同时 天空上的逆凡主宰 其身体看似与之前没什么区别 可若仔细观察 还是能看到在其额头的皮肤上隐隐的有那么一片区域 似乎散发出微弱的光芒 许久 圣皇收回目光 轻叹一声后 看向白小春时 他抱拳深深一拜 奎皇 我先回圣皇朝一趟 安抚众人 随后 将去奎皇城拜访 商议对策 圣皇声音恳切 又很是客气 白小春闻眼也叹了口气 与圣皇告别后 他站在半空中 又抬起了头 望着苍穹上的逆凡主宰 此地归来所经历的一切 让白小春的压力极大 好似头顶悬着一把利剑 这把剑随时都会掉落下来 而且无法阻挡不可抵抗 之前圣皇说这封义 最多维持半甲子 如今看来 怕是根本就不可能坚持半甲子的时间了 白小春知道 逆凡主宰随时会苏醒 此刻 内心的生死危机之感很是强烈 那种不安 让他也都忍不住生起烦躁 可白小春明白 自己的烦躁不能表现出来 反倒还要去安慰所有的奎皇朝子弥 尤其是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更要这样 说真是到了必须要面对的那一天 我也只能用保膳 尽可能的带走更多的人了 白小春叹了口气 可他也明白 其实就算是将人带入保膳内 也一样的不安全 毕竟保膳之所以如今还存在 是因逆凡被封疫 而一旦逆凡苏醒后 他想要在星空中找到保膳 将其灭去 轻而易举 沉默中 白小春心底更为压抑 默默收回目光 向着奎皇朝飞去 当他回到奎皇城皇宫时 看到的 除了大天师等人外 还有邪皇城的那些天尊 此刻也都一一在了这里 向着白小春低头败戒 如今的状态 他们了解的 虽比白小春与圣皇少了部分 可对于情况的明晰 要远远的超出其他秀士 而越是明白生死危机 他们就越是将希望 放在白小春这里 如今的败戒 实际上就是臣服与投奔了 至于巨鬼王 也都被他们妥善的送了回来 甚至巨鬼王也早就苏醒 在知道了自己的事情 成为了引爆天空巨人主宰的导火索后 巨鬼王也都连连摇头叹气 皇宫内白小春沉默 其他人也都心底紧张 没有任何人说话 使得整个皇宫显入寂静 周子墨 宋军婉 以及已经大了肚子的侯小妹 一个个带着忧虑 望着归来的白小春 没事 大家不用带心 许久 白小春抬起头 脸上露出轻松的微笑 第1270集 尽管白小春故作轻松 可在这皇宫内的众人 除了与白小春亲近之外 就是天尊修为 他们要么了解白小春 要么就是本身知道不少秘文 此刻一片漠然中相继也都苦涩的点头 许久带着茫然 带着对未来的惶恐一记无礼 众人相继离去 就算是一向阻止多谋的大天师 面对这场任何全谋也都无法解决的事情 也都好似一下子苍老了很多 白小春望着他们的背影 张开口想要说些什么 可最终只是双唇微动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宽慰 因为他自己也在沉默 直至最后 皇宫内就只剩下了周子墨 宋军婉 以及侯小妹仕途二人 对于公孙婉儿 三女自然早就看出了段妮 原本宋军婉与周子墨是排斥的 只有侯小妹在纠结之后 觉得自己的师尊加入进来 或者对自己更有利 于是积极了不少 可他在说出这句话时 心底更为复杂 他意识到自己为了修炼 疏忽的不仅仅是道旅 还有他的孩子 肖像与大宝都在闭关 宋军婉轻声说道 他的声音传入白小春耳中时 白小春的神识也早已散开 查看到了 在这皇宫深处的两个密室内 大宝与小小的身影 距离白小春上一次看到 大宝与小小已有数年之久 可实际上 白小春星空之旅这段时间 虽也失而归来 可在陪伴上的确不多 大宝与小小年纪都已不小 只是作为修士 又有永恒仙玉的天地灵器 再加上无数的天才地宝 与他们自身的资质 使得这姐弟二人 看起来也就是二十多岁的模样 只不过相比于大宝 小小的资质明显更好 如今在这闭关中 正尝试冲击天尊境界 小小这里 完全挤成了白小春与宋军婉的优点 相貌秀美的同时 也带着灵动之意 一看就是古灵精怪 心思极多 至于大宝 也已然是半身大圆满 他的样子与白小春很像 只不过少了一些机灵 却多了一些稳重 棱角分明的脸上透出执着与坚毅 如果去比喻的话 就仿佛是一个不怕死的白小春 感受着这对儿女 白小春脸上渐渐露出温暖的笑容 又看了看眼前四女 最终白小春的目光落在了侯小妹高高鼓起的肚子上 侯小妹快要临产了 她之前就已经感受到侯小妹肚子里的血脉波动 而此刻注意到白小春的目光 侯小妹的小脸微红 可还是挺了挺肚子 白小春笑了 上前再次抱住侯小妹 目中越发柔和 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白小春轻声开口 可她话语一出 侯小妹立刻急了 就连宋君丸与周子墨也都眨了眨眼 有种不妙之感 公孙娃更是一瞪眼 银子这事就不劳你操心了 公孙娃一锤定衣 这才让侯小妹松了口气 白小春被呛的咳嗽了几声 这种事她是志在必得 不过眼看四女统一阵营 白小春很是识相的没有言语 就这样 时间一天天过去 白小春好似重新回到了 当初在灵溪宗的样子 忘记了修行 忘记了一切 每天陪伴着几女 使而去关注一下 大宝与小小修炼的进程 更是拿出时间 与张大胖等人兄弟相聚 更不用说李清侯那里 以及所有白小春的长辈 使得这段时间 白小春好似真的回到了 曾经的岁月 直到三个月后 侯小妹临产了 尽管宋军婉与周子墨 还有公孙娃千房万房 可毕竟白小春才是葵黄 她早就暗中给自己的孩子 做好了身份预见 更是将自己想到的名字 烙印上去 在侯小妹肚子里的孩子 出生的一瞬 白小春就直接宣告天下 这消息 因白小春如今的名望 顿时就扩散整个魁皇朝 更是传遍了永恒仙玉 当宋军婉三女 意识到这一点 想要阻止时 一切都晚了 贝小春 我和你拼了 贝小春 你这起的什么名字啊 小宝 你你你 你儿子和你 差一个字 公孙娃直接就暴怒了 宋军婉与周子墨也想到自己的孩子 那让他们叹息至今的名字 此刻也都怒了 小小的名字不就挺好的嘛 小宝也很好啊 你看 老大叫大宝 老三叫小宝 多好啊 都是宝 白小春理直气壮 他始终觉得自己身为父亲 有给孩子起名的权利 尤其是自己这个名字起的是很有境界 这场关于名字的争执 以及白小宝的出生 让这短时间压抑的魁皇朝 似乎也注入了一些欢笑与升级 大天使等人也难得的脸上露出笑容 巨鬼王李清侯以及其他田村看着这一切 纷纷的洗神放松了不少 公孙瓦儿三女眼看木已成舟 白小春这宣告天下的举动 等于是将这个名字彻彻底底的坐实 侯小妹在知道这事后也叹了口气 无奈的摸了摸自己孩子的脸蛋 想了想后觉得这个名字实际上还可以接受 而宋君晚三人也没有别的办法 纷纷瞪了白小春几眼后也只能认了 白小春很是得意 抱着小宝哄了半天 这小宝的姿质一样不错 虽不是与大宝一样传承了不死卷 也并非小小的长生卷 可在他的身上却一一散出了道体的气息 这一点外人没有能看出来的 只有白小春一眼就差看出来 而他之所以能看出也是因当年的道臣主宰就是道体 所谓道体是一种在修炼上可以一马平穿 几乎没有阻碍与平静的自制 这个发现让白小春很是吃惊 可却没有对任何人说 而这小宝的性格虽还是刚刚出生 可那灵动的大眼睛 让白小春只是看了一眼就忽然觉得 或许这个小宝才是传承了自己稳妥性格的种啊